大家好,我是恩哥 欢迎收看高分美剧《塔尔萨之王》第一季第六集 清晨老派洛特再次越狱 给塔尔萨寂静的街道带来一丝边岸风景 镜头一转,女蛋要与戴希和达岛在餐厅碰面 原来她是警方打入黑碎石帮的线人 此次带来的消息是笑气事件 未来户对上了黑碎石帮 戴希一听就知道这说的是德书 警方提醒她笑气不归咱们管 可打党不依不饶说出了德书的名字 还要上报给FBI 不仅是警方盯上了德书 琪琪这边也满口怨言 老板刚出院 她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告状 老板斜了她一眼 转眼问大家都谁对尼克的事知情 众人纷纷摇头 要早知道这事都不用德书动手 他们就会处理尼克 老板这个态度表明了是要死警德书 在她的眼里 琪琪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儿 都抵不上自己老兄的一半 此时德书又来到花店 告诉蒂娜那个畜生已经走了 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但没有以此 德书心里才能有一丝慰藉 尼克的死不值得蒂娜有一点负罪感 蒂娜也不是圣母 只不过作为普通人 有些不好接受 他担心尼克的死会招来帮派的报复 对此德书让他把心放在肚子里 老板的为人他很清楚 祸不及家人这个规矩绝不会逾越 纽约的事告一段落 德书总算又回到了塔尔萨 泰森把自己的遭遇简单说了一遍 随后二人驱车去找伯迪 但手机打不通 药店也处于关门状态 彻底失联 牧场内女弹药又找上阿曼德 想安排德书找基兰聊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武力毕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阿曼德表示可以转达 纽约这边 蒂娜家中的座机响起 接通后 却无人说话 他担心的事貌似又发生了 找不到人的德书 转而来到酒吧 先和米奇的老爹打声招呼 随后从米奇口中得知了伯迪的遭遇 那家伙受到的惊吓不小 换了条心内裤后就躲了起来 塔尔萨的情况基本了解 德书又把电话打给蒂娜 虽然嘴上说到老板不会 殃及家人 但现在大全掌握在奇迹手里 蒂娜将撕扰电话的事告诉德书 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 三更半夜 把熟睡中的谷地叫醒 他和德书是一个时代的人 交情很深 在公司也有很大的话语权 德书让他到塔尔萨面谈 次日戴希主动约德书见面 特意挑了一个非常隐蔽的餐厅 德书从来到小镇到现在 干的一堆事 戴希全都清楚了 FBI现在已经涉入调查 蒂娜的花店被安装了监听器 德书与女儿的对话全部被窃听 虽然交谈时 没有说明他干掉了尼克 但侦查起来 德书脱不了干系 蒂娜之所以如此关心德书 就是因为那两次的忘年炮 联邦探员与知名重犯同窗共枕 别的不说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 德书毫不在意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跑路的打算 离开塔尔萨去别处发展 这么做确实能与德书彻底撇清 但他貌似并不想要这样的结果 完了被德书的人格魅力征服了 犹景偏僻的一处房院中 伯迪用炼瑜伽来抚平内心的创伤 FBI登门造访 打破了这份宁静 他们是为了了解德书而来的 伯迪不知道的是 他的要点已经被FBI翻了个稀罗 没有找到任何违禁品 但又探员发现了海包后的保险箱 纽约这边 古蒂将德书约见自己的事上报 老板没大力齐齐的抱怨 嘱咐古蒂立即动身 只要德书按时上交收成 他愿意倾听老悔家的想法 在与古蒂见面之前 德书领着米奇先一步与激兰沟通 激兰的意思很简单 出来混要讲道义 他先发展的笑气生意 德书想沾染 起码得经过他的允许吧 言外之意就是你得给点分红啊 然而德书根本不知那一套 他想做什么或者不想做什么 没有任何人能干涉 很明显两方谈崩了 不过看德书的表情 貌似他本就是奔着这个结果来的 回到酒吧 众人围坐在一起 阿曼德很好奇德书要怎么处理激兰 对方人多势众 开战基本白给 正说笑着伯迪失哄落魄地走进酒吧 FBI搜查药店的事 他已经知道 装着全部夹着的保险箱被清空 伯迪想死的心都有了 雕叔先让米奇给他搜身 避免有FBI安装的窃听器 随后把两个大包裹扔过去 他早就说过做这行要小心警察 所以提前转移了保险箱里的资产 看到没 这就叫做专业 激动的伯迪给德书一个大大的拥抱 从这一刻起 他彻底被德书所征服 次日德书起了个大早 坐在咖啡店门口等待许久 也没有看到那个想要看到的身影 店员看出他的心思 上前告诉他 老派罗特要被安乐死了 那匹马总逃出来扰民 牧场付不起罚款只能这样做 店员名叫斯宾赛 与德书一样也非常喜欢马 德书二话不说带着他直奔牧场 用300块买下老派罗特 老板非常开心 请人来杀马还得给钱 现在有德书给钱 接管麻烦 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老派罗特就交给斯宾赛未咬了 爷儿俩合作得非常愉快 这可是真爷儿俩 斯宾赛的扮演者 就是史太龙现实中的亲闺女 搞定老派罗特 戴希突然给德书打了电话 他想让德书给基兰下套 揭发他的军火库 让警方逮捕他 这样就能涌出后患了 然而德书最恨叛徒 让他给警方当卧底更不可能 他不想陷害基兰 但基兰可没准备放过他 派保镖今晚去酒吧 拿散弹枪吓唬吓唬德书 还不知道危险即将降临的德书 刚解决完老派罗特的住处 将他安置在阿曼德所在的牧场 斯宾赛辞去电源工作 专心养马 当然牧场女老板这关还是要过的 可惜人家不稀罕德书的钱 只给他一周的时间 找其他地方安顿马 回到生日叛逆酒吧 米奇正因为设施老旧生气 德书顺势提出 想投资酒吧与他一起经营 黑书党的经验让德书有信心 将生儿叛逆酒吧做大做强 米奇表示可以考虑一下 纽约这边 琪琪终于暗插不住 在一处港口袭击了蒂娜的丈夫 这只是他报复的开始 同一时间 生儿叛逆酒吧的窗户被喷子打碎 米奇从柜台里取出配枪 安置好老爹后 与德书从后门绕出 将还在扣动板机的保镖当场击毙 打枪不说找个掩体 这保镖的专业程度着实堪忧啊 此次事件让二人也算有了过敏的交情 米奇朝德书伸出手 接下了他的合作请求 本集完 以上就是塔尔萨第一季第六集的内容 对后续剧情感兴趣的小伙伴 欢迎关注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